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道小琉球的特色料理 叫做鱿鱼小蜂肉 光听到蜂肉这两个字 我总觉得它跟客家菜好像有那么一点点关系 客家小草里面不是有五花肉加上什么吗 鱿鱼 这好像就少了芹菜呗 待会来看看老婆怎么做这道菜 其实它跟客家小草一点都不一样 不过我们一开始先来聊聊鱿鱼 老婆你有没有听过炒鱿鱼 有 你有没有被炒过鱿鱼 没有 炒鱿鱼跟被炒鱿鱼两个字不一样 炒鱿鱼是做一道菜被炒鱿鱼就是被开除了 可是被炒鱿鱼到底跟开除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是来自于中国南方广东地区的一个流行词 那个时候很多民工不是就到广东去打工吗 那个时候没什么东西可以带 就是带个包袱就到那边去打工了 那个时候最多的叫做前店后厂 前面是店铺后面是工厂 而所有的长工工人就是在工厂里面做事 晚上就在小阁楼里面睡觉 有个包袱 有一个炒席 有个盖的被子这样子就很好了 如果有一天做事不满 不如老板的意 通常以前是很直接的 就是跟他讲你被开除了 你可以走了 美国就讲you are fired 这个川普最爱讲的这一句话嘛 可是后来中国人还是隐晦 有一点中庸之道要帮人保留点面子 一开始演变叫做 能不能把你的包袱包一包准备走了 就是帮你带来的东西包好准备走了 后来就变成卷铺盖走了 就是把你铺在地上的东西 还有盖的被子卷起来 拿着你的包袱就走了 这也就是你被开除的意思 而广东有一道菜叫做炒鱿鱼 就是把鱿鱼泡发之后 切上花刀大回炒 它是不是就卷起来了 那个卷起来的样子 就好像铺盖被卷起来的样子一样 就跟那个人说 你被炒鱿鱼了 就不会给你那么没有面子 不会直接讲you are fired 这么直接 所以这就是炒鱿鱼的由来 不过我们家刚刚讲到 鱿鱼通常吃的都不是生鲜的 对吧 都是泡发的 老婆鱿鱼要怎么泡发 用水加小苏打 对 很多人啊 为什么鱿鱼泡得不好 就是他只用水 他跟那些干的那个叫什么东西 海参啊 或者是干贝不一样哦 海参干贝基本上用水 只要时间久就可以泡发 可是鱿鱼比较难 为什么一定要加小苏打 小苏打在整个过程当中 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刚好是学食品科学 学食品加工的在这边简单的 跟大家报告一下 所谓的干货就是把 生鲜的海产品晒干之后 把水分去掉 是不是就叫干货了 可是鱿鱼跟其他的又不一样 鱿鱼的干燥过程当中 它的蛋白质变形的特别严重 所以它的负水难度特别高 再来鱿鱼里面含有一个 特别的脂肪层 它在晒干之后 会包覆在干鱿鱼 或鱿鱼干的表面 它让水分更难进入到 鱿鱼的本身的周体里面去 所以鱿鱼干不管怎么泡 它就是硬硬的 加上小苏打碳酸氢钠之后 碳酸氢钠最简单的作用 大家知道吗 碱我们不是通常会拿来洗 那个什么千年油垢吗 它会和油脂或脂肪 形成清水系的化合物 也就是所谓的造化作用 然后它就会跑到水里面去了 所以它第一个 和表面的那一层紫质层 形成造化作用之后 就去除了这个紫质层 水分就更容易进到 那个鱿鱼里面去了吗 在碱性的环境之下 蛋白质会变成更有清水的活性 也就是更容易把水吸进去 所以这两个作用一来 跟再来接着就是扩散 还有那个渗透 再来吸附作用 水就很快的进到鱿鱼里面去了 所以经过小苏打处理之后的鱿鱼 它会变得更有弹性 更Q弹 而且更保持它原来的大小 好嘞 话不多说 咱们就赶快请老婆来分享这一道 好吃的鱿鱼小崩肉 老婆 大家好 我是玉璐姐 先来介绍我们的食材 今天笑容好像比较灿烂 因为我已经去玩了五天回来了 大家看会不会变黑一些些 我这一次在小琉球吃到这个 鱿鱼小崩肉 其实我觉得真的蛮好吃的 之前我回家的时候 我妈就有做给我们吃 然后也是因为我哥 她去小琉球 吃了以后 她就回家叫我妈做这道菜给她吃 葱先切断 这个葱我们是要用来爆香用的 然后再来呢 我们就切一些这个蒜苗 蒜苗 蒜苗最后起锅的时候再加 有葱有蒜 新香料都切好了 这里还有一个 八角 八角一颗就好了 老婆那鱿鱼有几只饺 八只 错 鱿鱼有十只 是几只 不过我们刚才讲到那个草鱿鱼 这一次我在那个海里面的时候 就是小琉球的海里的时候 我有看到章鱼 然后章鱼她 她的那个她从洞里头出来的时候 她就是这样子 她就变包成这样 然后她的尾巴就然后 咻 然后就钻到另外一个洞里头 我觉得她这个比较像那个 包草鱼的包袱 而且章鱼的头比较圆吧 对比较圆 然后她钻到洞里头的时候 她就迅速变色 就是变色速度好快 对 很好玩 但是小琉球真的不错 这个鱿鱼啊 小琉球的这种鱿鱼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真的很特别 就是它很厚 台湾很少买得到这么厚的 一般都是比较薄的 就是阿根廷的那种进口的鱿鱼 这种就是小琉球 它自己的鱿鱼 就是打捞上来晒的 你只有在小琉球 买到这种厚鱿鱼 所以它的这个 才是它的特色料理 它的鱿鱼啊 它吃起来口感超好的 如果有去小琉球啊 真的可以买一些 带回来 但是你要看一下 像一般它什么 呃旅游景点兜售的那一种 都是薄的 你要去传统市场 找它这种厚的 厚晒的这个鱿鱼 这个鱿鱼的这个上面 这个我已经把它下来了 好的 好 然后你要你在泡完了以后 你要把它上面有一层黑色的膜 要把它去除掉 它的皮 对 那个把它去掉 因为那个是腥味最主要的来源 然后再来这个头 好 头微把它扒下来了 再来呢就是 我们这个地方会有一个 它的这个软骨 对 软骨我们把它扒掉 这个下面还有一点点 OK 然后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我们就先把它中间 把它切开来 因为它这个真的很厚 好 所以我们 切的时候这样切 好 我们在它店里头吃的时候也是这样 好 它就直接切 也不是切花哦 嗯 因为它这种曬干过厚的 而且它又这么厚 它其实很难捲 捲不太起来 然后我们就把它切成这样子 调装 老婆你不要害怕炒鱿鱼 就这样嘛 哈哈哈哈哈 而且你说你看到的是章鱼 那不就要改成 改成炒章鱼了 对啊 我觉得真的很像 你讲那个炒包子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一只盏 好,那咱们这个切一会儿 OK 再来就是处理这个五花肉 对,五花肉的话我们就是切这样大大块的 对 切厚片 对 这五花肉蛮漂亮的 现在五花肉一斤居然要200块 对 我们买的这个是黑猪 现在好像听老板说黑猪比较便宜 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哦 老板说 说因为饲料变贵了 所以白猪变贵了 好,现在先烧了一些油呢 这个葱就先把它放进来 这个是要把它爆香用的 葱会噴哦 因为它里面有水分 盖着盖着 然后把它先转成中火 中小火先让它把香味爆出来 哇,这葱香味 很香哦 超香的 所以它为什么一定要先煸 你看很多大厨师他们都会先这样子煸 就是这样子的香味才会出来 你把葱直接丢到卤锅里头去卤 味道完全不一样 对 对,那这个葱一定要留在锅子里头 那我们再来炒猪肉 开大锅 先让猪肉炒一下 你看这个 我看肉要炒到这个颜色 其实这个有好处 一个就是增加它的香气 另外一个就是它在煸的时候比较不容易 就是散掉 嗯 这样盐会已经上来了对不对 对 油也出来了 对 然后你在这中间 再大小的砂糖 诶 这样也可以炒炒糖色哦 对 那炒一下 它融化了 那我们就把它跟肉炒在一起 那颜色能定一样哦 倒两个来 好 翻一下 现在转小火 你来一下调味料 这油鱼先下哦 好 接着 我们在锅边下酱油 加油 米酒一定要啊 因为这个还是要去腥 尤其油鱼 它会有腥味 米酒 然后我们加一些那个盐 加点盐吧 先加这些 胡椒粉 胡椒粉 老公好像快变鹰鹿了 怎么讲 我讲一句 你讲一句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刚才的这个八角下来 一颗八角 我八角在这 颜色怎么都很像 辣椒 接着旁边这边我煮滚了一锅水 加进来 现在把火开大 哦 这个调味其实很简单 单纯的美味 对 因为其实鱿鱼啊 它本来就带了一个海味 我们就先把它这样稍微抹过就可以 先把它烧开 穷人版的海陆大餐 嗯 大锅煮开 嗯 这个时候你试一下味道 咸度可以了 我们这边加一点点 这个是乌醋哦 嗯 为什么要加乌醋 就是这个我在学做菜的时候 我的老师他是中泡塞 他说他们只要做 鱿鱼类的料理啊 他们都会加一点点乌醋 可以去腥 真的啊 对 盖起来 然后呢火把它转成中火 这我们要稍微让它再烧一下下 好嘞 哇 煮了一个小时 超香 呼呼 嗯 超香 很漂亮 很漂亮 好 我们这个时候呢 先加一些蒜苗 漂亮啊 对 这个蒜苗到时候啊 一起吃超好吃 嗯 稍微拌一下 蒜苗其实断生就可以了 好嘞 这样我们就准备出锅了 Go 平民版的海陆大餐 鱿鱼小烘肉 这样子就做好了 你看色香味俱全啊 其实光闻啊 我就觉得整个房间里面充满了海味 仿佛跟着老婆去小琉球玩了一趟 咱们赶紧来尝尝看 先给大家看那个鱿鱼啦 真的闻起来都是个那个鱿鱼的香味 对 你看一下 你看这鱿鱼很厚 好厚喔 嗯 对 真的 小琉球当地特产还是不一样 嗯 尝一口尝一口 还很Q弹啊 有 我有听到声音 所以它不是咬不动喔 就很丢台很弹牙的感觉 然后还吃到这个 葱 前面爆香用的葱 超香耶 这个葱油的香味跟鱿鱼香味 有有有 而且我们平常薄的鱿鱼 反而没有这么脆 而且很多鱿鱼泡得太发了 它变得比较软比较脆 透明透明的 反而没有了鱿鱼的味道 这个鱿鱿鱼的味道还很重很香 很香 就是个海味 对 猪肉 嗯 这吃猪肉有特色 嗯 猪肉里面充满的鱿鱼的味道 好像它的风味物质是会溶于油脂的 是脂溶性的 所以你吃猪肉的时候 你就可以尝到鱿鱼很明显的香味在头 你知道我突然想到猪跟鱿鱼联姻 嗯 有一个故事不是会游泳的猪吗 在国外有个小岛 嗯 这好吃的猪肉 嗯 两个吃起来都QQ的 嗯 嗯 而且特别香 嗯 尤其配上这个蒜鱼 嗯 绝配更是香得益杂 嗯 其实这道菜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葱 然后辣椒 然后再加什么 一颗八角 然后其他就都在一起烧一烧就对了 真的非常容易 大家赶快去把自己的储物柜里面打开看一下 还有没有留下来的鱿鱼干货 赶紧把它拿出来做一下这道菜 真的非常好吃 这是张旋漫谈天天都有新天市 咱们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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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